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我是财讯双周刊的总主笔刘轩彤 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全球航太产业是不是回春了呢 那台湾供应链又如何的大进步 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图义军阿高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先谈确立台湾航太产业复苏的四大关键 那既然谈到台湾航太产业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的汉翔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那接下来呢 第三部分也和大家分享另外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不止抢到航太的商机 也在半导体设备有一些斩获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听到最后啊 那我们在谈论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先帮大家定义一下 我们今天所讲的台湾的航太产业 指的是国际飞机制造大厂的重要供应链 那阿高我想请教一下 各国现在疫情渐渐的解封 我们都知道航太产业已经脱离谷底 你看到了哪些征兆呢 其实我们先从整个国际上面来看 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口罩拿下来 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全球 大家的疫苗施打率都已经越来越高了 那这可以进步带到就是说整个航太业 航太业为什么会复苏 其实要来看航空的客运这一块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搭飞机吗 觉得这样移动就是染疫的风险就会很高啊 可是现在重点就是说只要疫苗覆盖率提高了 那现在客运的这个复苏的状态已经慢慢回来了 在美国那边 像有朋友跟我讲说美国的国内线已经班班客嘛 而且机票一直越来越飙升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客运业回来之后 航太产业就一定会回来 为什么 因为只要这个客运回来了 这个航空公司他们在需求客机的需求上面就会开始增加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些波音啊 或是空吧 这些航太制造大厂就开始说我要重新生产这些客机的订单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航太展上 最近有一个那个在杜拜有举办一个航太大展 好多的航空公司开始跟这些航太制造大厂在下新的飞机的订单 所以过去这些在疫情当中 因为疫情大家不敢拉这些新机的需求 延单砍难现在已经不在了 新机的拉货需求已经开始重新提升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空吧 或者是这个波音的管理高层 他们在最近的法说上面其实都释出非常乐观的展望 所以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说 其实航太产业已经被这个航空客运开始复苏之后 再慢慢带起来了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老旧机型的泰换这些商机呢 也是有的 因为其实现在全球都在讲节能减碳 ESG什么的 所以其实波音他们有一个数据是说 其实目前在服役的机型 全球大概有2.6万架 那可是未来就是为了要符合一些在行程上面 可能ESG的节能减碳 一些排碳的需求 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排碳量这么大 所以开始会有一些泰换机队的需求出现 所以波音他们就预估说 其实未来现在这2.6万架里面的飞机会有2万架 在未来10年会开始慢慢态换 要去做一些更简单简单的机型的需求 这种拉货也会慢慢的增加 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波音跟空八 它今年前9月合计的在手订单好像是 合起来超过1.1 是不是 1.1万量 其实是 1.1万架 对没错 加起来将近是1万多架 那这样要消化多久 他们其实现在目前的月产量 像是波音 我们以这个热门的机型来讲 就是这种单走道客机 大概是20架左右 那如果是空八的话 目前大概是4到50架左右 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在手订单 大概是将近1万多架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要消化大概将近要10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说来 它的前景如果没有再有这种疫情 这种黑天鹅发生的话 基本上是稳健成长的 是是是 那刚才阿高你讲的是你的观察 从这个航空站或者是产能 或者是这些太旧换新 那业界呢 产业界他们这样实际在经营这个产业 他们又怎么说 他们看到哪一些关键的这个改变 会确立这个航太产业真的复苏了 好其实就是在疫情当中啊 大家真的就是探访了这些 航太制造大厂 台湾的一些供应链来问他们现在的状况 他们都很明确跟我们讲说 就是在疫情期间 真的就是惨惨惨 不管是这个单子啊 砍单啊 延单什么现象都发生了 可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是像我们成田 成田它其实有供应 波音也有供应空巴的供应链 那现在呢 它就是说 它原本预计哦 波音的拉货可能要在第四季才开始 可是我们大概在9月初开始 就慢慢来探索这整个台湾的供应链 就发现成田就告诉我们说 波音的拉货其实从7月就开始了 提前了一季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 好像有一个拉货复苏的现象出现了哦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过去 为了在疫情期间 大家要精减成本啊 有些是可能就是 大家请员工放个无薪假 或者是可能就是缩减人力 可是现在 常态产业这些老板 直接跟大家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找人了 然后像是注农的老板就直接说 哦 他现在希望基层员工直接加薪一成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回来的动力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厂他们在找人 或者是加薪的意愿是开始增加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其实可以从整个营运状况 也看到说 他们其实有开始要来好转了 大家如果可以看这些营收的数据 不管是获利 或是最近公布的第三季财报 这个成田啊 或是注农 或是焊响可以慢慢的看到 这营收其实从第二季底 就慢慢在回文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航太产 有非常多的现象 可以代表说 他们的状态 营运的状况 已经慢慢复苏了 OK 我们常说数据会说话 所以这些财务数字 已经证明了一些 已经慢慢在上扬了 那顺带一提的是说 这一期我们六四七期的 财讯双周刊 那阿高领贤 制作了一个专题 那上面有很多清楚 易读的表格提供给大家 同时呢 那我们也专访了几家公司的 董事长 谈一下他们实际的经营状况 那所以我们紧接着 进入第二部分 就先列举几家公司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讲 我们跟我们台湾国基国造 这个政策很相关的漢翔 你先告诉我们 他之前到底有多惨 刚开始真的是去访这个 汉翔董事长 胡董 胡开宏董事长 他真的是非常生动的说 在疫情期间 他就是一个惨字可以形容 你知道那个惨 其实是 你会感觉出来 虽然只是简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你感觉出来 就是说 他其实旗下有几千个员工 他在疫情期间 他为了让这些员工 不要裁员 但是他也为了 让公司的营运可以继续下去 因为他才刚接任 他真的是 当时候在2019年 刚接任的时候 又碰上了波音失事的事件 然后又碰上了疫情 他整个就看到了 汉翔的营运状况 急剧往下掉的那一个时间 所以他可以用产字来形容 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到底有多么的严峻 对于汉翔的考验 汉翔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承接中科院订单 蛮多的公司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民用的订单 急剧下降了之后 这个胡董 他为了要让这营运保持下去 所以他还是继续的 跟中科院抢更多的订单 他说这样子 他才能维持 整个汉翔的营运 而且当时 其实汉翔他们 如果大家有在追踪 汉翔这间公司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 他们其实没有 多角化的布局 像他现在推出的 这个节能的巴士 直接跟汤翔的合作 或是说跟台电的合作 要来布局出能的系统 其实在疫情之前都没有做 在疫情当中有多惨 惨到说他们必须 赶快多角化的经营 所以那时候的汉翔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布局 然后才可以撑过 疫情的那个时候 所以说现在波音 空中巴士 这些民用航空 都已经上来了 那请问一下 他的军用的那一块呢 那一块市场 现在状况怎么样 是靠这个翻身吗 汉翔 对 其实在疫情当中 也是一个巧合啦 就是说2017年开始 台湾开始这个国际国造计划 那在这四五年之间 经历了研发设计 要开始量产制造 汉翔都承接了中科院订单 来一手保版 那刚好从今年第四季开始 就要来交机了 那这个高教机的外界预测啦 今年第四季就是会交两架的高教机 那到2026年为止 其实一共会交66架的高教机 所以呢 等于是说 在整个汉翔在营运 民用那一块非常不好收 可是适时的有这个军用航态 来捕捉他们的营运 因为大家可以想见 其实一家公司 如果他可以有一个转机 或是利多 其实这是一个新订单嘛 如果有新订单 大家就会很期待很兴奋 那汉翔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说 如果未来 这个66架高教机 每年逐年可以交机任列 其实对他们公司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记得你刚刚好像 还提到一个电动车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汉翔他们本身 就是做航态的一些复合件 或机身什么的 其实对于电动节能巴士 在这一块需求 也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胡董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汉翔在航态的技术 还是可以转而应用到 这个做这个电动巴士上面 所以他就觉得 沿用了这个航态技术 来做了电动车 这也是那个整个航态股中 大家都说 好少见的这种绿能概念股 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台湾的很多企业 都一直在进步 那也一直都有变化 所以我们的知识也要跟着进步 那最后我们再请阿高 你帮我们再分享一个例子好了 成田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他其实也是做这个空巴跟波音的一些 比如说起落架 制动器啊 或是那个引擎 这个大家原型前面那种 所谓的机甲那种地方 那这个成田呢 他在疫情期间也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起落架 算是在台湾接单非常大的一间公司 那在疫情期间刚好 很多国外大厂就开始修工啊 招不到工 所以开始停产了 可是成田在这个时候 还是可以再继续量产 所以他接到了更多的 空巴的起落架的单子 那其实也是让成田 撑过这个疫情期间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他以前是亏损吗 他以前没有亏损 可是等于是说 在疫情期间 因为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简单严单 所以在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的财报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理想 可是第三季 如果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的话 他已经正式的转亏为盈了 是 我印象中成田 好像以前我们没有特别 把他归在航太 是因为他有做其他的 什么产品吗 因为其实啊 大家可以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航太 因为它是一个零组件嘛 所以其实它可以应用 在很多的面下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像成田 他还是有在做 半导体设备的零组件 那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半导体的需求 其实在疫情期间 台湾是整个被全世界看见的 然后半导体的设备 也是需求非常的夯 所以有一家成田的 日本的大客户 在疫情期间 其实也是继续的 跟这个成田拉货 希望成田可以提供他 半导体设备的零组件 所以刚好又碰上了 这个半导体的 兴盛的一个年头啊 所以刚好成田就吃到 这个相机 所以它以后是两只脚走路 还是说半导体 只是一个实机材 它是两只脚走路 两只脚腿走路 因为成田的董事长 就直接说 现在在半导体那边 客户就说 你现在有多少货 你就赶快给我多少货 已经算是那一块 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两个比重 都不会太低就是了 是是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高 跟我们的分享 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YouTube的观众呢 请不要忘了按赞 订阅加分享 那听Podcast的朋友呢 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的回复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